范冰冰哭着向崔永元道歉,网友,这一次范冰冰演技爆棚。 昨天,各大营销号还在到处发通告说,崔永元就曝光天价合同向范冰冰道歉。 网友评论也是一拙的支持范冰冰维权。 煞时间,舆论风向倒戈,崔永元无理取闹,范冰冰无辜中枪的形象就立了起来。 今天,崔永元接受采访时却表示,某些媒体顿章取义,称只有我向他道歉,即使他哭得一塌糊涂向我道歉呢。 原来,崔永元和范冰冰就这件事通了电话,在电话中,范冰冰称,自己当年还小,并不知道这部电影给崔永元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。 这次手机二开拍发微博,也是因为剧组要求自己才发的。 言辞之间自己始终都是一个无辜者的立场。 说着说着他哭了起来,好在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崔永元带来的伤害,因此也向崔永元道了歉。 搞事情的小巴特意查了查,发现,2003年,范冰冰参与手机拍摄时也已经有22岁了,自己年纪小不懂事的论调实在有点站不住脚。 至于这次为什么会突然委屈地向崔永元道歉,原因小巴就不得而知了。 只是网友对于范冰冰会上演,哭得一塌糊涂向崔永元道歉的这个戏码表示很惊讶。 说好的范冰冰呢? 甚至有网友说,这是范冰冰演艺生涯的演技巅峰。 小巴只想说,反转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啊。 当初崔永元说要捡范冰冰这个软柿子呢,大家都不理解。 范冰怎么会是软柿子呢? 他的实力背景应该是相当强大的呀。 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不少吃瓜群众发现,整个事件的舆论风向已经跑偏。 事件的核心主人工冯小刚,刘振云现在很少被人提起,反倒是范冰冰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大家似乎已经不记得,当初崔永元是为什么要开撕,为什么突然会扯上范冰冰。 这次范冰冰究竟是躺着也中枪,还是自己本就亏心,答案迟早会出来。 崔永元当初只是想出出戏,估计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收叶收不住的地步吧。 这场大戏还直言了个开头,接下来的剧情究竟会怎么走,吃瓜群众们拭目以待吧。